這次COW介紹幾樣不同的產品 大家看看有什麼 先介紹蛋糕 蛋糕最多可以裝到150F 裝蛋糕的地方就是這裡開了 進去之後,塞上蓋就不斷上鍊了 上到某個時候,它就推上去 這個膠是送多一粒的 這支馬記槍可以試試給大家看 我覺得現在這麼輕玩 這些機器的器材 組裝一支Glock,再加蛋糕就非常適合 好,如果有一個斜的聲音 脫掉鍊,就要再上鍊推水 剛才我們也打過一段時間 由於單發,厚到很累 所以我覺得都是18C 打這個蛋糕是比較好玩的 代表我們要上很多鍊 才可以打一輪 很久 聽到卡卡的聲音,上夠了 可能我們不夠BB彈在裡面 裡面已經沒有BB彈了 換句話,鑄滿BB彈 才能推到最後這一槽彈上去 就像電槍一樣 好,看看這個產品 這個台灣生產 是叫SRU連 SRU,簡稱 3D Print Kit 給Malui的VSR Slipper Rifle 即是拉一打一個煲就在這裡 就有Clock了 你買完這套機器 還要組裝一支VSRU 進去 VSRU已經出了很多年 可能很多人已經 家裡有一支兩支了 這支非常科幻 可以看看唱序 我覺得不組裝還不科幻 因為中間中空 像一支雷蛇槍一樣 你組裝那支VSRU 槍盤就在中間空位 這支VSRU分為很多件 我們拆一拆散 給大家看看 槍頭先拆 這裏一件 這裏兩件 三件 頂骨 這裏有一件 後面 整體有一件 整體有一件 就是 很多件組裝 質素都不差 這個SRU 就出了不少器材 給大家槍迷玩 有些Scar H Blue Pop 那些GIM Blue Pop 都有 這就是說明書 你看到需要哪幾件組件 就組裝這套 紅色的就是 VSR需要的東西 好 我們再看看 下兩支電槍 KWA的Rolin 即是浪人 的電槍 我們很少介紹電槍 為什麼介紹呢 因為我覺得KWA的電槍 其實是非常之不錯的 非常之紮實 大家接觸最多就是 GVV電槍 反而少接觸 這支G 已經有PTS出的 尾柄和手柄 價錢又不貴 有雙邊Selector 它最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看 美國那邊Erik 它拔了尾柄之後 新一條很幼的六角士 就調整 力度可以有50FPS 差別 如果你再想改力 整個快刷彈弓的設計 在尾柄中拆出來 就可以換彈弓了 我會下段影片 才做射擊和換彈弓介紹 讓大家看看外觀 彈甲 它現在送一隻會停煲的彈甲 停煲這條棍 最後會凸出來 就不會被射擊到 這支槍會停煲 底部可以調整 30或120FPS 這是他們類似ERG會搓的設計 但這支不會搓的 純粹是電槍 它亦有個小腦 就是那邊 看看 這支配上新宿病 現在最流行的 美國叫PDW Personal Defense 那種新宿病 很巧妙的 這個電盒 就能安裝到 11.1V電 在裡面 這個蓋子 拔開 就可以 裝電 在裡面 細插 這個按鈕就是 調整它的新宿病 有幾段 這支是最小的 這支是最小的 這支是 7吋 6吋 骨 和 這個像小的滅聲器 這樣的設計 不是很重的 也不是很輕的 鐵身來的 煲可以保持厚 它們亦都改進了 它們的電槍 這個套裝 是更新了 這個新的設計 也是左右選擇 這兩支槍 這兩支槍只有兩千多元 值得推薦給大家